大家好,这里是会学韩语,我是语气老师 想要学习更多的韩语知识,欢迎加下屏幕上的老师 我在这里等你哦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韩语是 对韩语感兴趣的小可爱呢 应该都在不少韩句韩宗里面听到过这句话吧 这句话呢就是很日常又很实用的一句韩宣用语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很久不见的朋友或者说是分手很久的恋人 再次见面时用到这句话就正好能恰如其分的表达出一种深色 却又不是身份的感觉 那这句话呢我们会学到三个单词 首先第一个 它是一个名词表示现在最近这段日子 当然在这句话里面要是把它翻译成现在就不太合适了 第二个单词呢是一个副词 而且是在韩语里面出境率特别特别高的一个副词 才 才 表示好好的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 才 没击所有 是我错了 对不起 用到的就是这个才 最后 这个动词表示的是过日子生活这样子一个意思 所以把三个词拼拼凑凑 就是最近好好的生活了吗 翻译成符合中文语序的表达就是 最近过得怎么样 是吧 各位小客人们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用到这句话去跟老朋友们寒暄哦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课程的话 欢迎点击收藏关注投币 想要一起上更加深入的韩语课程的话 欢迎加屏幕上的联系方式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